凯鸿 我老是你没可能会死 我是老坚坤的老师 我哪有可能这样的感恩就是 你这么严肃啊你这么严肃啊 你这么严肃啊 龙头不见了 我哪有可能帮你这儿 你哪有可能没死 我是亲马丘夸理店内海帝 你哪有可能 你 你是我真有處理的 我明明一刀給你 明明一刀給我刀下去 我又在你的臉頭前倒閉 你又給我台北的琴瑟拿來 結果我現在好好出現在你的臉頭前 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你這個40億了 你假死啦 虛人我 你 你 這麼多人在呢 你想要做什麼 你已經開始擔心一次了 怎麼已經幫你做了 但現在擔心又完了 你應該開心得這麼對 你現在很少總共呢 還是要管你筆 你以為都不用出來了 對 應該是 應該是不死 已經問的是你 你欺負我 我感覺 我應該要遞到最佳演員獎 剛才說 我告訴你 其實那個時候 送丹青便不死 我怕你發現到 所以 我就跳過你 找你完結 讓你的心情 亂吵吵吵 沒辦法去發現到 所以丹青 才能夠躲過一項 那個時候 我早就把我的手機 放在丹青的裡面 我 就是教我手機的頂位 去找到丹青 送丹青 送丹青 又敢是你 難看的文馬 我絕對給你教會 嗯 神 丹青 杜光亮 你就是太過分了 因為自己這麼有分流 所以大家的人都怕你 都要順利的意 但是你不記得 人 都是有臨性的 我跟紫生的高情 比你想的更好 所以他絕對絕對絕對 絕對絕對 絕對不可能都要下手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不可能 我明明全身檢查過 你明明都已經沒開了 你已經死了 哪有可能還要換過來 你不要記住了 我是給他的 只要我路的角度最好準 就能想過 就能去關 也有 我沒有讓你自己拔起來 就是要騙人 是開過多 其實早在那裡 你叫紫生對我當中親節 子親節還有擔心 他們早就收到消息了 你也準備傳人 連海底帶給我 我